男人开始变真正的强大 变得成熟啊 一定会有这四个表现 看看你有吗 第一 脾气越来越小 格局越来越大 对很多事呢 都变得不在意 面对那些诋毁你的人啊 鸡毛算皮的事呢 直接选择远离 狗爱啃骨头 狼爱吃肉 都是环境决定的 如果你非要拦着狗 不让它啃骨头 它以为你要跟它抢呢 反而呢 咬你两口 何必呢 第二 对别人的期待呢 越来越少 越是经历过大旗 大陆的男人啊 越明白 世上没有绝对 靠得住的人 再勤的人呢 都有可能落进下石 在最艰难的时候 离你而去 你不再找人诉说委屈 也不期待有人帮你一把 因为你知道呀 别人帮你是情意 不帮你是人性 如果抱有过高的期望 那注定啊 要承受失望的 第三 开始把事业和赚钱呢 放在第一位 不再整天呢 想着儿女情长 纠结爱 与博爱 成熟的男人呢 都在一心一意的 努力赚钱 因为吃了人间的苦啊 尝够了人间的心酸 才知道 没钱的话 你难过的时候呀 连杯酒你都买不起 连难过的资格都没用 只有你兜里啊 有了票子 你才能过上 有尊严的日子 最后一点 情绪变得越来越稳定 不再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冲动了 成年人都学会了 戒掉自己的情绪 因为知道解决不了的问题 明明该哭该闹 却变成了不动声色的微笑 这就是陈述